根据联合征信中心统计 今年第二季高雄市的房贷申请户 平均房屋建价预估值是达到了1215万 核贷金额则是达到900万 双双创下新高 核贷金额与去年相比更是增加了140万 其中房屋建价预估值最高的是落在古山区 从现行中古屋房价与核贷状况也能看得出来 现在美术馆的话可能比较偏心屋林的话 应该现在开价应该有到六十几七十那边左右 假设说两房平车他们开价在一中古啦 开价如果在一千五一千六 那相对来说贷款如果比较保守 如果抓了七成贷款大概一千二一千那边左右 而高雄新房在各区都是处在高点 且有蛋黄区往蛋白区扩散的情形 更有部分银行核贷年限扩增到四十年 在高房价的情况下 房仲建议先准备好头七款 让房贷乘数下降会是比较安全的选择 以前可能三房平车大概一千两百多有机会买得到 现在可能要一千五一千六这个价格才有办法买得到一间房子 建议客户他们在贷款上以自身的能力 大概每个月新转的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这个range去抓 会比较保守一点 或是说可能他家里有一个可以帮助他支撑的一个人 例如说保人去做一个贷款 可能比较有机会可能可以带到八成 不然我都比较建议客户可能自己的支撑能力 可能贷款上抓个七成到七成五这边左右 现在比较会比较保险一点 而目前银行对于固定入薪的新转户信用评级较高 上班族容易核待成功 弱势自营商则被认为风险较高 但其实各银行有不同提升信用评级的方法 每间银行他们其实也是有一些提高他们信用的一些方式 但每间银行不一样 像我之前曾经有个客户 他就是在某一年他跟银行他存了三百万的现金 放在银行里面 然后好像放三个月还是到六个月吧 银行就对他的那个客户的信用的评价有提高 最后贷款就很顺利的带到 下半年受到现代令与银行放款水位即将额满 民众可能得先了解银行放款状况 再来考虑是否现在买房 记者吴沛山高雄报道